所以你给到我们的一个逻辑就是 因为我爱她 所以我就可以反反复复地 用我的方式对她好 这个方式叫欺骗 对吧 没有没有 我特想问你一句 你给我们的逻辑就是 因为我的前女友骗了我 所以我就要找个 没有谈过前男友的 对不对 对 分手 别吊着人家了 但是 不是叫什么劲呢 两个人在这儿 就绕来绕去地较劲 你信她吗 不太信 你不信任她 对不对 你接受得了她极端行为吗 不是太能接受 不是太能接受 但是我还是很爱她 听明白了 听明白你们俩了 你们俩就虐着呗 所以我就希望 你们能帮开导开导 这事太难了 交给你们吧 一起进入 新洋美容APP 丘比特问卷 好 这事太难了 我不能听没人家了 所以你能阻护得很少 然后 这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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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过呀 她当时说这是自己存的钱 坐飞机来的是吗 对 她说她前面自己存的 但是我也没多想 好 那女生我问你 你对她 觉不觉得像一个 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东西 我必须要得到它 你之所以能够一遍又遍地 骗成功它 就是你任性 你根本不是有多么爱他 你觉得我喜欢这个男生 我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要得到他 无论我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用什么样的手段 但是你以为的这种喜欢 其实不是喜欢也不是爱 如果真的喜欢一个人 爱一个人 会为对方去着想 会想到我做的这些事情 他会不会不高兴 所以你仅仅只是满足了 自己的一己私欲 所以你也没有多喜欢他 他之所以这样一遍一遍 能骗得了你 又和好 就是你们分手分得太轻易 和好和好的也太轻易 现在大部分的年轻的情侣 分手不知道为什么分手 和好也不知道为什么和好 反正就是感动得 稀里糊涂的时候就和好了 然后我不爽的时候 我就分手了 你第一次原谅了他 你就应该知道 那不是原谅他那次错误 那是重建信任 如果你选择了原谅 那么之后有很多事情 你就要一直选择原谅 因为你间接着表明 你接受了他这次欺骗你了 一而再再而三 他知道我只要略施小计 他还是会回到我的身边 所以如果分手 就认认真真的分手 和好的时候要想清楚 分手的问题能不能解决 解决了之后应该怎么样在一起 然后再选择和好 我再来说 我再来说